最近 国内上市或亮相的新车并不算多 但有几款轿车还是值得一说的 比如未来全新的旗舰轿车 另外 广汽传奇也发布了一款全新的轿车 这台车就是在广州车展亮相的概念车EMPOWER55的量产版 EMPOWER55亮相之初就在车展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因为这台车确实非常的漂亮且具有质感 虽然是一台概念车 但实际上它的各个方面和量产车基本无异 作为广汽传奇GPMA平台的首款运动轿车 EMPOWER55的量产版会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绿色的和车展上一模一样 而另一个版本是白色的看起来没有那么张扬比较居家 全新的家族语言让整个车头非常的具有攻击性 尤其是车头部分的下沉运动感极强 而车身的侧面更是整车最漂亮的地方 线条异常的优美运动 车尾微微的翘起与车头和侧面交相呼应 新车的内饰目前也被曝光 是传奇传统的风格 平底方向盘双连大屏幕 说实话有点掉档次和外观不太匹配 而动力方面该车会有1.5T和2.0T 以及混动三种动力 据悉该车有望在9万元左右起售 如果你近期有入手轿车的打算 那么EMPOWER55倒是值得关注一下